長庚大學 歡迎來到長庚大學 教學研究設備 展示說明會現場 今天很高興能邀請到 楊建宗老師 與施信如老師 來為我們介紹長庚大學 最新的儀器設備 接下來讓我們歡迎 楊建宗老師的講解 首先讓我們來看一下 AccuMate的針灸VR系統 作為虛擬人體地圖 BodyMate的分系列產品 AccuMate為我們整理了人體呼吸 消化、肌肉、骨骼等系統 並與14條肌脈上的穴位 做一一對應 VR眼鏡搭配手柄 沈浸室的空間中讓你超大視角 對仿真人體 進行觀察 漆背放大的人體結構 帶來絕佳操作體驗 我們工學院的賴院長 賴朝聖院長領導的團隊 幫我們開發了COVID-19 還有我們自己創的自動化檢驗盤 所以省下了40%的操作空間 而且有增加它很多的便利性 所以將來是一個各個地方 可以用來做全自動化 檢驗中和抗體的一個方式 長庚大學有很多不同 專業的實驗室 設備都非常的完善 提供同學們的學習 現在我們就要來介紹一個 專門做新興病毒研究的實驗室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在這扇門的後面 在P2也就是所謂第二級實驗室裡面 我們可以進行流行性感冒病毒 腸病毒或是新冠病毒的 假病毒的研究 搭配人工智慧 所以說能夠讓這個檢驗的成果 更快速、穩定而且精確 所以說在疫情期間這樣的實驗室 在幫助疫苗的研發 或是藥物的研發上面 就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我們有一個第三級的實驗室 是在醫院裡面 而長庚大學也因應 未來各種新興病毒的挑戰 我們正在建構一個更新 更完備的P3實驗室 也就是第三級實驗室 我們相信這樣子的一個設備 還有我們人才的培育 我們將來面對新的病毒 我們一定會做得更好 所以我們想告訴大家的就是 我們有能力做 而且也必須做 我們做得到的 感謝兩位老師詳細的講解 與大家仔細的聆聽 當然長庚大學的神秘資源 不僅於此 最後歡迎大家好好來發掘一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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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朋友 謝謝大家